今天跟我是有聊天聊到這個問題 然後就是今年的公投啊 其實造成大家很多困擾 然後我們就其實今年就有一些 國家已經開始採用區塊鏈 來嘗試解決公投的問題 那其實這個問題 就是據說只要發免費 雞排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當然我們就是城市設計師嘛 所以我們就思考一下就是 除了發雞排以外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可能性 所以這從這個 整個公投的脈絡開始想就是 其實公投它有很多個層面的問題 比如說一開始連署的時候 就有這個死人連署的問題 然後其實我們在 投票開始之前跟家長溝通的時候 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 大部分的家長在公投的議題選擇上面 根本就沒有思考過 就是大家都會拿小鈔什麼進去投 所以其實大部分的人在面對 公投之前根本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也就是很像你根本沒有做過模擬考 就直接去考那個指考一樣 所以阿伯說應該要電子投票可以改善這個問題 那其實 iVoting已經做了一些事情 所以它包含就是投票練習 然後還有你的這個提案 討論投票其實都已經有滿完整的機制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再思考區塊鏈的這個部分 是 對 驗票 對 就是因為在iVoting的機制裡面 其實身分的認證機制是透過 呃 呃 電話號碼嘛 所以就是 就是 就跟現在的投票一樣 就是在驗票上面成本是很高的 那其實區塊鏈在 不可否認性上面提供一個非常好的機制 然後同時就是 呃 有一個時代的因素 就是 呃 對 區塊鏈有可能可以作為一個 讓大家 更頻繁的練習公投的一個機制喔 呃 所以 呃 沒有 這個專案什麼東西都還沒有做 對 然後有一個很簡單的 200行的區塊鏈程式 開放在我GETA上面 所以 有興趣的話 歡迎大家來嘴炮寫程式這樣 好 謝謝 謝謝 然後 呃 那個轉好了嗎 還是要用 好 好 好